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赛事 所以说现在呢 女组组上的人选还是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吧 之前在足协发布的招聘文书之后啊 有几个比较知名的一些教练员吧 也是竞选了中国女组组教练 后来啊 也是出现了两大热门 包括赵俊哲 包括陈婉婷 还有王军啊 刘华呢 也等几个比较知名的教练也是参与了竞选 但是通过球迷的呼声啊 包括最后面试组的一些考核吧 陈婉婷和赵俊哲呢 是最有可能担任女组组组的人选吧 女组组组呢 迟迟没有公布 最主要的原因啊 还是在于 出现了两种呼声吧 以朱广乎为首的教练组 包括 呃 族系内部的人员啊 大部分都支持赵俊哲 大家都知道 本次的面试官的组长啊 就是朱广乎 赵俊哲呢 也是朱广乎的弟子 朱广乎呢 也是非常的看好赵俊哲 也是支持赵俊哲呢 去担任女组组组 如果没有球迷的呼声啊 估计赵俊哲呢 已经走马上任了 但是随着陈婉婷的应聘女组组组啊 球迷的呼声啊 是非常高 也是可以说 甚至盖过了朱广乎等人的一些呼声吧 陈婉婷呢 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女组组组第一人选 甚至呢 足协副主席斯文维呢 也是公开的去支持陈婉婷 担任女组组组 他也是公开的表示 如果陈婉婷任期内出现任何问题 他负主要责任 从此可以从此可以看出 以斯文维为首的 呃 这些球迷啊 是支持陈婉婷的 呃 以朱广乎为首的一些足协内部人员 包括朱广乎啊 都是看好周俊哲 所以说两种声音呢 僵持不下 这就对足协主席陈婉婉有一个很大的考验吧 大家都知道啊 中国足球队啊 现在面临的两大考验吧 一是女组组组 二是呢 国足的12项赛 呃 陈婉婉呢 现在也是亲身的 跟随国足前往西亚去参加世界赛的比赛 所以说他分不开身 去具体的定 谁去担任女组组组 可能这件事情啊 还要等到 国足打完12强赛这五六场比赛之后 呃 给出一个官方的官宣吧 具体谁当女组组组啊 还是要 估计还是要等到 国足打完这场比赛 呃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国足12强赛这两场比赛啊 要更加重要一些啊 因为面临的国家队 球组出现 包括投胎的一个命运吧 所以说女组组组呢 呃 可能陈婉婉啊 还需要稍微的 上外 上后 搁一个 也是有铭记报处啊 女组组组的人选一直没有迟迟的规定啊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 主管护他们和族协内部一些人吧 支持周俊哲 加上孙文支持陈婉婷 这两种呼声吧 可以说是相识不价 就造成下的女组组组难产吧 可能过一段时间 陈婉婉忙完国足的事情 可能会给大家一个正式的官宣吧 到底谁当女组组组 我们也是敬情的期待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